中风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段的人身上 据统计 18-40岁的女性比同龄男性更容易中风 与乳腺癌相比 死于中风的女性数量要多得多 了解一些关于中风的知识 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中风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血管阻塞造成的血血性中风 第二种是出血造成的出血性中风 引发中风的原因也有很多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周焉 肥胖 胆固醇水平过高 血酒 压力大 缺乏运动等等 女性中风的症状 中风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面部神经麻痹 脸部一侧下垂 法令纹几乎消失 有时候同一侧的手臂和腿也会受影响 统计显示 80%的中风女性都有这种症状 国际统计显示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死于中风 因为一些非特异性症状不被视为中风症状 此外 怀孕期间中风的风险也会增加 使用避孕药 绝经期间使用激素治疗等等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视力障碍中风引发的视力障碍可能影响一只眼睛 也可能影响双眼 由于视野受损 难免出现盲点 急性头痛 头痛突然发作 有时还会恶心 呕吐 胸部剧烈疼痛 这跟心脏病发很像 如果一个人胸部疼痛的同时还伴随打嗝 那可能就是中风 协调不良 大脑受损 方向感 协调性也会下降 突然疲劳 原本积极的人情绪剧烈波动 感觉困倦 什么都不想做 还非常沮丧 意识丧失 即将晕倒时 患者面色通红 还伴有气短 心悸 脸部一侧疼痛 身体一侧或四肢之一的急性疼痛 也可能是中风的前兆 中风测试 微笑时一侧面不下垂 无法同时举起双手 说话含混不清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 记住 医生只有4.5个小时的时间来拯救中风患者 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中风比想象中更常见 年轻人也不能大意啊 挑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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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